今天坐在泰萊身邊的就是一位叔叔 也是香港出勞影帝泰寶 恭喜 多謝Terry 各位星光背後的聽眾 大家好 首先我想問泰寶 其實你5月6日電影金像獎宣佈那一天 你在哪裡 香港還是台灣 3月4日我已經進來香港 當時我在拍一個微電影 當時知道3點要公佈的結果 導演停下來給我聽 大家一起聽 聽著是二斗星說 說得得獎是泰寶 大家歡呼 然後又準備了一個很有心的蛋糕給我 我想問泰寶 其實事前有沒有信心拿獎 其實拍戲我根本沒有想到為了拍戲而去拿獎 不過接著這麼長時間下來 我拍了這麼多戲之後 尤其是叔叔入圍了金像獎 我非常驚喜 非常開心 但是之前已經拿了一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影帝 會不會加強了信心 當時第一個獎給我的就是評論學會的獎 第二個就是導演會獎 第三個是編劑家獎 三個獎 每一個都是令我驚喜 又只有一個好像一次過要獎 希望當時未知金像獎入圍 但未知會不會獎得獎 那時記者也有問我 希望行運帶我進入金像獎 但也想獎得獎 想不想 其實另外有四位演員 應該他們都很優秀的了 很獨特的 合作方面我是跟郭富城合作過 阿古先生還沒 還有年輕一點還沒試過 還沒合作過 那就開心了 開心 但會不會覺得很奇妙呢 泰布 你大約18歲開始入行電影行 80年代拍了不少電影 去到自己第一部做主角的港產片 帶給你這麼多榮耀 你會不會覺得這行做這個工作很奇妙 這次真的是一個奇妙的旅程 尤其是一次過給了 肯定我這麼多專業的電影人 和平台給我這個榮耀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拍了這麼多年戲 即是第一次做主角 第一次做主角 叔叔是第一次做主角 而且這個主角是很特別的 是一個老人同志 我心想我真的奇妙 演過這些角色嗎 泰布 沒有 沒試過 因為我拍這個 我接這部電影的時候 楊耀凱導演 楊耀凱導演 他去台灣找我 第一天找我 我是某人 我想拍一部老人同志的電影 老人同志 我心想一片空白 我說你怎麼會找到我 他說因為我看了 雍之光一部《明媚時光》 《明媚時光》 覺得你很適合 我戲裡面拍的角色 我看看劇本吧 你都沒有知道這麼重的氣氛 我不知道的 不要說重不重的氣氛 但是那個老人同志 這個在我腦裡 我都已經一塊雲 因為你結婚很多年 是啊 當時我沒有立刻答應他 第一件事 我拿完劇本之後 我當然是跟家人商量一下 太太 我的子女 我太太看完之後 他對導演的才華 那個劇本很喜歡 他說不如老公你去試一下 你什麼角色都差不多做過了 不如去試一下 那我的子女說 老爸你行不行的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看得怎麼樣 總之我都是 等了幾個月後 我才答應導演去拍這部戲 你一組戲客串 就成六七千元 即是平均 那你一天就客串三四組戲 你有沒有計過自己 80年代最高峰一個月賺多少錢 我想那時候都有幾十萬的 一個月幾十萬 幾十萬 你的演員都未必夠我賺得多 那時候幾乎我天天開館 那時候 武師一天都幾百元 一千元的 又補水呢 所以我們那時候呢 拍著洪導演的戲的時候 他不理你的 日日來出糧 成龍那些戲都一樣 日日來出糧 養兵千日 容在一時 一到拍打的時候 你被人打你 好不容易試一下 又這些又那些 我說洪導演 我前面 喂,那兩個 一個敵衛 一個高飛 你知道他們多厲害 我可不可以佔一個 這樣 或者有沒有 這樣 不如我替你吧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所以有很多東西 真的硬吃的 不過我們拍得多 經驗多 就可以避免到很多東西 那 拓賴了,拓賴了 哈哈哈哈 那泰寶當年 80年代電影高峰期的時候 不是賺了很多錢嗎 嗯,賺了很多錢 都沒有 用了一時 哈哈哈哈 一次過用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每天開工 你一休息 大家一整個人就去喝啊 去玩啊 都沒有什麼 而且 家裡就不用我養了 最重要的那時候 那泰寶是不是 自己大洗先那時候 大洗的,大洗的 那時候很闊綴的 後來我一到結婚之後 我現在就很省的 哈哈哈哈 叫我出錢 不用啊 請吃飯都不需要 都不要找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問 阿泰寶合作得最多的 80年代 成家班的成龍 洪家班的洪金寶 那時候 兩個對你有什麼分別呢 嗯 他們兩個 其實是他們兩個師兄弟 那時候我們在家和 都是一個威和一個寶和 隔離廠而已嘛 總不知呢 成龍就很害怕洪金寶的 為甚麼 不知大師兄 大師兄 而且大師兄說話 就是沒有面子給的 不好意思 那麼多人 我們私下你不給面子 我沒事的 你這麼大電廣眾 哎 誰在哪裡啊 通常呢 因為成龍聽到他把聲進來 從後門就走了 是的 免得給你數啊 你知道嗎 因為兩個 其實呢 他們越是這樣 有一天他就 成龍有跟我說 大哥 有一個年代好像 電影視度不太好 是 我們一定要支持大哥 嗯 就是我看到 雖然是怎樣都好 都是有個情 司徒情義 司徒情義 在這裡 有兄弟情在這裡 所以這些是 大家 他們兩個都這麼威風 那誰在外出 誰威風 誰不威風 他們沒有理由去 去什麼 阿太寶算是比較遲婚的 大約40歲左右才同 現在的台灣太太結婚 是的 我是比較遲婚的 為什麼遲婚呢 那時候 最蓬勃那時候 我們 拍戲 忙 賺錢 又喜歡 又喜歡玩 到40歲 很偶然的時間 我遇上我太太 因為工作關係在台灣 嗯 是 類似的 我太太是在香港認識的 嗯 我認識她 怎麼認識的 嗯 又是有一個很大班的朋友 當時有孝賢導演 楊德昌 那幾個導演來到香港 我們一起出去抱 哈哈 遇上一位美女 那我就一直 從那個時候 其實我真的 結婚呢 很偶然的 為什麼這麼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當時的腦子裡 因為我跟我太太拍拖 那時候 一天我問你 有沒有帶身份證 我們去登記 那我就跟她登記了 沒有求婚的 哈哈哈哈 登記就結婚的了 哈哈 你覺得 剛才太太也說過了 她以前就 又玩又抱 因為電影圈都會 Far feet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太太會 令到你 定下來的人 張太太有什麼吸引你呢 張太太 張太呢 就給我那個 可能她是 慈無形的 因為我以前 看到那些女生 都是 都不是那種形 我覺得都應該 是不是 因為 老天人安排 有很多事情 真的 我覺得 是她 我應該結婚了 40歲 終於 真的很美滿 拍了多少 久才結婚 拍了兩年 兩三年 兩年 兩三年 就結婚了 嗯 就結婚了 有小婆 所有的事情 都不同了 因為有了一個家庭 有了小朋友之後 真的 人變了 不會說 以前是 沒有人 沒有枉管 你喜歡去哪裡 去哪裡 現在不是 什麼都是以家庭為重 太太啊 子女啊 怎樣 就變了這樣 都是一個 很 很普通的人 因為每個家庭 都差不多是這樣 那太太是台灣人 是不是因為這樣 太保你 就選擇去到台灣 落地生根 其實 台灣我是很熟 我經常都去的 那時候 又去拍攝 但你要把基地搬過去 是 因為小朋友在這裡讀大學 那我就 關翠就搬了回台灣 那我回台灣 我一樣有這麼多公開 那我變了 我就 沒什麼所謂 一樣有工作做 所以 就停留在台灣 台灣舒服很多 有什麼分別呢 沒那麼大壓力 就好吃 你去過台灣 吃東西好 那些 老百姓又比較 沒有那麼緊 因為香港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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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緊張了 因為都是一個 你知道 蓬佩的社會 他們對那個 工作上面是 比較有競爭性的 那麼台灣人呢 比較 自由一點的 那麼 平和一點的 一圈圈 星光背後 有我泰寶 想聽足 本訪問 立即上 881903.com 即日重溫 對 Hes 有 火 發瘍 架 從 去了 感谢观看